你要是不承认 江州的百姓怎么会对你恨之入骨 我算明白了 你跟老子来了一手诛心哪 爸 收手吧 我求你了 秦卫林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一 二 三 抓 你们听好了 门外赶来支援的就是雷家军 我要是你们 现在就应该好好想想 怎么样才能全胜而退 你给我闭嘴 你还行吗 不行也得行 走 你真开枪啊 这是救火枯 快点 为什么 那我 开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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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戰軍的兄弟們 給老子殺 抓活的 一個都不能跑啊 我發現 咱們倆配合起來還挺有默契的 我同意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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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忘記 算我一個 呀 保持實力 撤 撤 追 爹 司令 被執該死 被執懶恥了 爹 剩下的 就交給胡蘿和縱和他們吧 你怎麼回來了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這兒 我怎麼能安心走呢 見過 täfe 你自己來 都在這兒 在這兒 我們想 ja 把我扶植 讓我扶植 你把我扶植 你從好 我給扶植 你扶植 你扶植 他扶植 我扶植 你扶植 你扶植 他扶植 我 我雷狠最讲道理了 怎么就连自己的女人 都保护不了呢 报告司令 小彪 已经开始攻城了 兄弟们抵挡了一阵子 可是他们火力太猛 挠不住啊 司令 我们需要援兵 雷家军的兄弟们 是 给我上阵杀敌 保卫将军 是 是 是 大家分开走 就算 最后只有一个人活下来 我相信 他也能够把夜神会的精神 传承下去 是 夜神大人 扶住 我们走 是 你怎么打算 一起走吧 你先走 我电话 保重 怎么了 宋长 你没事吧 我来背你 好想你 去做你该做的事 好 你待这儿别动 等我们回来接你 走 我们分开行动 你走这边 那你呢 我走中间 你 注意安全 好 你不是我对手 不想死的话 有多远滚多远 警察听饶你一命 那是你造化 小爷不信这个邪 这手艺 我心也大 我心也大 臭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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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ney 副手 趁他们还没有追上来 前面就是居上方了 还得逃命 老爷 那您呢 还有个最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既然不能够成为主宰江州的人 我就要成为毁灭江州的神 老爷 老爷 咱们这次失败了还有下次 老爷 我们还没有失败 老爷 快走 老爷 那 那您多保重 Penguin 你们失败了 啊 咺 顺 小 expose 啊 黑 saw advertise 车 起 Anfang до 从 按下去 整个江州都会成为一片汪洋 到时候百姓会流离失所 名不聊圣 一个伟大的变革者 注定要承受非议和误会 甚至来自自己最新的人 终究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所做的疑心 所以 从我回到江州见到你的那天起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样子 口口声声地说 要替教员姑娘去死 也是假的 陈总是你的人 就算你认罪福法 他也会想办法替你脱身 或许这一切 本身就在你的计划范围内 不错 现在火勒之意要调查你 恐怕对你的计划有影响 接下来要如何应对 这件事情 绝不能让火到缺陷 让我相信办法 在我的计划里 我本来打算借着 江云姑娘进行诈死 这样 我就可以摆脱世俗的身份 彻底隐藏起来 一步一步实践夜神会的愿望 只有你的出现 是整个计划 最大的意外 现在回想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 车井文在见过你之后 便依然决然地走向了寻死的道路 这一定也是你 是你 浇灭了他最后的希望 把一个善良的灵魂 投入了无尽的黑暗 车井坟 他想让我帮他打官司 我呢 想让他成为夜神会成员 他太迂腐了 根本不理解 我的想法是什么 陈律师 听起来 如果要把 人的人 Ik column 你会怎么做 很简单 随时做好 牺牲自己的权利 这么说 只有加入夜神会 这一条路了 舍先生 实际目 我本来对你在一切理由之上 而且整个情仇 对贡献力量的人 不会把他们一一牺牲起来 你不是说这苍天不尘吗 你不是当了喊这世间吗 我们可以替你颠覆这一切的事情 假如我 你会看到真正美好的情仇 可是 我还是想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件事 车先生 我还告诉你 你所追求的证义 在这世上根本不存在 怎么会 前几日 你的儿子活了 才替你犯的案 车先生怎么知道 我的儿子活了 跟他的朋友不是夜神会的成员 车先生又怎么知道 他们通过什么手段 替我犯的案 你可真是残忍啊 几句话便要了一个人的命 错了 我是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路是他自己选的 同样的 我虽然看不上霍清仙 但是他至少识时误 他也不理解我所想的是什么 可是他选择了相信我 所以说 他一直都比 车景文生活的潇洒 那你还选择了谁 幻阳 他心思缜密地布置了这一切 也是你在背后操控的吧 火乐呀 你这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尽头 和我真的是一模一样 幻阳 一个歌女 没有经过我的点拨 他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复杂的设计 我帮助他 也是为了实现夜深的计划 您真有办法让我嫁给慎行 秦历史 如果我这辈子嫁不了他 我就是死 也不会瞑目的 大好的青春 谈何生死 岂是嫁进徐府这件事情 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真的 那要怎么样 你才能告诉我方法 这个嘛 只要你有办法 只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 等你嫁入徐府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叮嘱 徐文父子 实际成熟的时候 顺服他们父子二人 嫁入夜深会 共享大使 你能办法吗 一言为定 那你听好 想嫁入徐府 顾随这个人 非常关键 可惜呀 他只完成了第一步 还没开展行动 就被你给发现了 没办法 我只能是叫人杀了他 所以 在事情露出破产之后 你便杀了那个变口 换羊的杀手 转眼前 又是三条人命 他们不死 那些把命交给我的同胞们 他们就危险了 为了我们心中共同的理想 必须得这样 你费尽心思拉拢徐厅长父子 为的就是警察厅的枪和炮 你想要的 就是以警对军 对吗 我真的应该 早点把你吸收进夜深会 真的 也许 也许我们早就成事了 不会 只要我还活着 第一个阻拦你 毕竟是我 只要我还活着 第一个阻拦你 毕竟是我 阻拦 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 你的小妹早就没了 你以为陈总真的不敢杀你 那是因为我的命令 是我 让他带你离开的江州 是我 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所以你为了让我离开江州 便派出丁某 杀死江州三虎嫁祸于我 你说反了 杀死江州三虎 本来就是我计划中的一魂 只是你的出现 恰好让我顺势而为 江州三虎盘踞江州多年 连雷亥都不敢动他 要想彻底掌握江州 必须除掉这个威胁 懂吗 明白 方法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 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但能除掉这三个老家伙 还能够全身而退 什么方法 你还有第三个问题 在除掉游龙赌方的龙爷之后 让巨塔跟幽兰发生内讧 这样游龙赌方势必会易主 居上方分管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 你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放炸弹 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下棋吗 事事如期 强大的气魄 和忍密的思考 缺一不可 青鸟 是我最精彩的伏笔 你可真是极光算尽啊 行了 我没那么吃了不舍 那至少江州三虎一肉百姓 被我杀了 这总算不过分了 江州三虎是为非作歹不假 可他们并没有丧尽天良到要炸毁江低 致江州百姓于不顾 行了 不管你怎么说 你的身体流入我的血 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是一种人 我跟你不一样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我是说了 我是天选的救世主 是这片土地的主宰者 我来制定游戏规则 我是江州永远的神 火热 永远 永远 抓捕马晓年之后 你要再帮我办件事 不要 疯了 我 他们 他们 是 看我 病 你 父 Esther Tages 声 你被捕了 雷家俊赢了 陈彪退军了 雷家俊赢了 附书 附书 爸 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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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经历了这么多 我忽然发现 想要实现天下无冤的理想 过程注定是充满痛苦的 可是我不会惧怕 因为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让世界减少痛苦 充满光明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再选择一次的话 我还会这么做吗 我的答案是 正义 永远不会缺席 奉司令之命 即日起 雷家军撤出江州警察厅 恢复警察厅厅长徐无闻的职权 令城内赋税减免 特别困难者 可到警察厅临时办事处 登记劳工招聘 以及申请司令 特批补助 好 好 本州民刘阳律师秦威廉 因一己司令召集邹晋 陈总 霍清新 丁卯 青瑶等部法之徒组成夜神会 并吸收江州监狱内 众多囚犯为爪牙 望以一城百姓之性命 图谋一己之私欲 新儿贞机队早有察觉 联合民间诸正义之事 力挽狂澜破秦之阴谋 将夜神会之重途 一网打尽 秦威廉罔顾法度 知法犯法 其罪重大不可饶恕 其一众爪牙为虎作伤 视人命如草剑 罪等同之 秦宇重途 现已由警察厅移交江州法院 加以审讯 胡日将以江州律法 进行审判 天网恢恢 殊而不漏 反我百姓 谨记于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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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怎么给挂这儿了 一年还没到 为什么不比了 这牌子就是我的 我是靠实力拿回来的 徐厅长说了 你们两个联手破获了夜神的案子 就都配得上这四个字 曾经往后 你们俩就是江州警察厅的 无冤行者 是 既然宋队长和秦神探都不想要 那我就放回我办公室喽 不行 幼稚 走 去 去哪儿啊 喝咖啡 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喝不管这玩意儿 小时候 我偷喝我爸的咖啡 当时我还不懂 他为什么要喝这么苦的东西 后来 我发现我比他还依赖这玩意儿 火勒 我们知道 你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接受这个事情 我们也知道 安慰对于你来说 根本无济于事 但我们还是想让你知道 无论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 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我爸精心谋划了这一切 作为他最亲近的人 我却自始至终都未能察觉 我一直在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 然而我唯一能想到的答案 就是他说的那句 我们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人 他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我 然后 可以本能地摆脱我心里产生的任何怀疑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怕有一天 我会变成他 不会的 我们相信你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我希望你们无论如何 都要阻止我 是 我是不是没有跟你们说过 其实我的父亲 是个劫匪 我身上跟他留着一样的钱 但是我却做了一名警察 你和秦卫廉就算在想 但有一点你们始终不一样 你的心里长着一棵参天大树 它永远不会枯萎 因为它是由正义灌溉的 没错 你还有我们两个 只要有我们在 你那棵树 就永远都不会当 你们说的没错 不管我是谁的儿子 首先 我都是我自己 犯罪 是他们的全部 而我们 还有自己的人生 我的人生 就是要抓住这些罪犯 让这个世界上再往远去 我生在这里 我射爱这里 我想守护这里 我想守护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做一名检查 钱活了是我兄弟 我送护这里 他就算活出这条命 独立要把他救出来 你快走 那你呢 活动活动也不 我们在故事中对望 我希望你相信我 然后按照我的故事 去完成 我相信你 我们三个 永远都是最好的答案 我 有一道荒芒 在你眼中 看到 那明亮我们穿过 那雨雪风 我有种强烈云的 如果你们两个一起出风的话 一定会事半功倍 有什么 江州警察厅 针基队队长送河 我叫火乐 刚刚流洋回来 你好 我叫青火乐 刚流洋回来 江州警察厅针基队队长 送河 你们好 江州警察厅夜市官 范小凡 收护那希望 无人的光 醉梦 我们是 无缘形成 无缘形成 不难列手轻狂 也不复伤烈的理想 怎么样 那个 秦神探 别伤心 你爹 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过几天 你再来试试 好 那我下次再来吧 对了 三不沾伤好了之后 您让我暗中保护游游游 但是他好像挺怕游游游的 每次见到他 都绕了走 有劳了 有劳了 夜神大人 我愿意 愿意 那么好 Like 赌口 快